1月17日至1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邀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 行程结束之际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向随行记者介绍此党情况 习近平主席新年首访缅甸 时间虽短但日程紧凑成果丰硕 习近平主席出席了12场活动 见证签署达成29项各领域合作文件 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缅甸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访 是缅中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必将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国际媒体也普遍认为 元首外交引领中缅包拨情谊步入了新时代 中缅山水相连 建交70年来双方关系始终坚如磐石 此访期间双方一致同意 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缅各民族各党派对此反应积极 都表示缅甸全体人民在加强对华友好 深化包拨情谊方面高度一致 温敏总统表示 缅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愿同中方积极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 这对缅国家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昂山素季国务资政表示 缅中包拨之意历经时代变换的考验 只有我们才深知其中的深刻含义 中国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 命运已把我们双方紧紧联系在一起 缅方将与中方继续同刚共苦 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 缅方也愿同中国和世界各国一道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隆重庆祝建交70周年 双方决定举办文化旅游年 将进一步为中缅关系长远发展 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缅方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主席同缅方领导人 就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深入探讨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标志着中缅经济走廊 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 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 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从不强加于人 反对你输我赢单边通吃 中方愿同缅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合作项目 尤其要更多汇集当地人民 使民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缅方领导人表示 缅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缅中经济走廊 对促进缅甸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缅中关系必将得到更大发展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敏昂来也表示 缅军方将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两国领导人一起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习近平强调 各国都有权利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70年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实践证明 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成功的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缅方领导人表示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一定能够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希望中国能更多同缅甸等发展中国家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相信中国的成功经验 将为缅甸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脱贫致富 提供有效借鉴 缅方领导人介绍了缅甸在若开邦等问题上的立场 欢迎中方作为缅方的好朋友 继续为推动缅国内和平 民族和解进程 发挥建设性作用 昂山素季表示 长期以来 中国在双边和国际层面 给予缅方宝贵理解和支持 对此缅甸人民铭记在心 缅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坚定地站在中国朋友一边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方支持缅甸沿着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继续前行 支持缅方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的政党权益和国家尊严 愿在尊重缅甸主权和意愿基础上 为推进缅甸国内和平民族和解进程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缅两国领导人强调 将继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 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携手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末道均行早 适处又亲朋 新年一时 习近平主席首访就选择了 拥有千年包拨情义的邻邦 这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周边落地生根的又一重要实践